今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600亿对乌克兰援助的法案啊 这一出啊舆论一下就哗然了 这下乌克兰可是抱着心大腿了 很多朋友来让我讲一讲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我看了一眼很多人说的啊 有的朋友讲的算是比较清楚 有的朋友说的不太清楚 我帮大家梳理一下 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啊 首先这600亿先乌克兰到底能不能拿到 拿到以后能买多少东西 对吧 这都是大家关心的 我们先说能不能拿到的问题啊 目前来讲拿不到啊 为什么说拿不到 这是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 不是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这项法案 就是说第一步过了 那你还要经过众议院投票也过 然后到拜登这签字才能形成法案 而且美国的法案 它不是说立即就能生效 它是签署过了以后到几月几号开始生效 然后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把这部分钱给到乌克兰手里 知道吧 即使签过了也得等到那个时候了 也并不是现在立马就能拿到了 更何况它现在在众议院还没过 明白吧 所以说乌克兰目前为止是拿不到这笔钱的 那很多朋友说那到众议院有没有可能过 我这么一说吧 有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表示这个东西只要到了众议院 我们就会把它毙掉 但是这个会不会发生呢 我个人认为有发生的可能性 但并不会像前几次那样就一去就给毙掉 我跟大家讲讲这前一后果 这一项法案并不是一项援助乌克兰600亿美元的法案 而是总体达到950亿美元的一个法案 它的出托呢是之前美国边境的安全协议的一项法案 那个法案呢是1150亿 连参议院都没过就已经被毙掉了 主要是为了保障美国边境的安全去抓这些润人的 这东西是个幌子 里面大量的钱呢是给这个乌克兰和以色列的 那这项呢也是一样的 它打着边境安全的幌子 但其实600亿是给乌克兰的 140亿呢是给以色列的 剩下那一两百亿啊 才是其他的项目 我为什么说它有过的可能性 原因是因为这次参议院过审67票比32票的绝对优势 要通过这项法案呢60票是最低的票数 它已经超过了7票 那么就意味着有17名共和党的参议员 已经选择站在了这项法案的这一边 明白吧 他们是同意这项法案的 你要知道两党的参议院就那么四五十个议员 17个参议员站在了民主党的一边 本身已经说明共和党的内部 其实他的意见分歧也非常大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认为民主党这边的这一套法案是可行的 你们明白吗 所以说你拿这个比例放在共和党的众议院里面 我猜众议院里面也有部分的众议院会认为民主党的这项法案是可行的 但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也是一种倾向 而参议员啊 它本来比众议员要重要的多 那只是说众议院的这个权力可能更大 但是参议员可比众议员要重要的多 这个东西如果你要不懂我也没法说了 反正就是你就记住这个道理就行了 所以说17名大佬能站在这个民主党一边 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到了众议院以后 我只能说有可能 很多朋友就说共和党这边其实是反对美国去支援乌克兰的 我告诉你们美国的真实情况啊 共和党是不愿意那么多钱去增援乌克兰 就跟难民一样 共和党不是反对移民 它是反对非法移民 而且反对的是非法移民中间的那帮润人 正经的难民 人家共和党是不反的 明白吗 这个支援乌克兰的这项也是一样的 不是共和党反对支援乌克兰 而是他反对在乌克兰身上花太多的钱 就这个意思 懂了吧 所以说呢 有一半的可能性是能过的 这就是我的认为啊 而且对于美国的价值观来说 他援助乌克兰是必须的 因为他愿意用乌克兰这么一个小代价去耗着俄罗斯 因为毕竟你把俄罗斯全国拖入战争状态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整体来讲这个国民经济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嘛 对吧 包括各种各样把俄罗斯制裁也好 各种各样也好 大家可以看看俄军那个水平 赵锐的那个事儿 大家看看赵锐的那身装备 我说句实话 赵锐那身装备 还没有我这么一个美国生活的老百姓的装备好了 就他那破防弹衣 还真不如我在美国买那600块钱的防弹衣 你看他那防弹衣都破洞了啊 不如美国民间的装备吧 不如美国民间90%以上的装备吧 我只能这么说啊 这个具体怎么着 咱们不讨论了啊 我只是看了一眼 就大概就知道了啊 行 那咱们言归正传啊 那么这件事儿 为什么最终第一次没过呢 据拜登的说法很有意思 拜登说法说 你们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没过吗 其实啊 两党都是愿意让这项法案过的 只有一个人不愿意 这个人在搞串联 这个人呢 就是董王 他说啊 董王就一直在反对这个事儿啊 董王呢啊 就愿意制造边境混乱 因为制造边境混乱 大家就会怨啊 拜登不好嘛 大家就会怨这个白左不好嘛 大家就会怨民主党不好嘛 这样子呢 大家就会投特朗普了嘛 其实你说董王是不是在干这个事儿呢 董王确实在干这个事儿啊 这个事儿没有办法抵赖的啊 因为各方各边也都报道了 包括福克斯啊 这些新闻也都报道了 可是你说 董王是不想援助乌克兰吗 我告诉大家啊 董王说什么话 你们都不要信 董王想的 他不是让边境混乱 董王想的 也不是不援助乌克兰 董王想的是 可以援助乌克兰 也可以让边境 归于平静 但是这个法案不能在拜登的时候过 如果在拜登的时候过了 那不就是 那就是等于是拜登主导的呀 那大家不都是把这个 把这个支持率都给投给拜登了吗 对不对 哎 应该是什么呢 先靠着这个东西 把拜登给整下去 哎 让这明星都归了我吧 我上台以后 我在我的主导下 通过一项大额对乌克兰的援助 通过一项对边境的这个支援 把这些润人都赶出去 这一下美国的明星不就归了我吗 对不对 在美国明星没归我之前 在我没当总统之前 我就拿这个打击拜登 这是拜登方面的说法 不是董王方面的说法 我只能告诉你 董王现在确实在这么做 至于是不是董王的真实目的 我们不知道 这是美国政治好玩的一点 那顺便呢 咱们再来讲一讲啊 就是这个600亿到了这个乌克兰手里以后 乌克兰是不是就稳了啊 我觉得朋友们过于乐观 首先我们先知道啊 今年普京啊 把俄罗斯的军费也提高了70% 到了10万亿卢布 那么10万亿卢布呢 换上成美元 大概是1000亿美元左右吧 那因为卢布已经在波动嘛 它有高有低 那么这1000亿美元呢 对于俄军来说 其实还是要比这600亿美元 对于乌克兰来说惊花的 那很多朋友说呢 不对啊 按照乌克兰这个人均GDP 乌克兰这个军队规模 按照俄罗斯这个军队规模 1000亿应该跟600亿差不多啊 对吧 其实你不能这么算 我跟你算怎么回事啊 首先俄军的装备不好啊 俄军的待遇也没有那么高啊 对吧 其次俄军的装备也没有那么贵 那1000亿美元呢 在他那真的值不少钱 能买挺多东西的 乌克兰那边不一样啊 乌克兰虽然说人均不如俄罗斯啊 部队的装备 他本身的装备可能也不如俄罗斯好 或者说跟俄罗斯差不多 但是问题是这600亿美元 他不是给乌克兰到乌克兰手里 而是直接换成等值的装备 等值的资源 等值的药品给乌克兰 你明白吧 不是乌克兰在花这600亿美元 是美国在花这600亿美元 那这600亿美元 他是美国人去买自家的东西给乌克兰 这个里面的油水可就大了 你比如说俄罗斯 咱打比方啊 同样是一顿早饭钱 对吧 这个俄军士兵 他可能花100卢布就够了 你100卢布换成人民币 可能是到不到10块钱 我不知道啊 差不多吧 就十几块钱吧 或者八九块钱吧 他可能吃顿早饭就够了 那你同样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这个食品里面啊 这这从这600亿美元里出 那咱得按照美国标准来吧 得按照美国采购吧 对不对 那你一顿 咱们说就按照麦当劳标准 那你不得10美元吗 那这个就出来了吧 对吧 那这一下子差价就多少倍啊 所以说600亿美元到了乌克兰这儿 他最多能当成200亿等值的 或者是100亿等值的 在乌克兰境内使用 知道吧 因为他是在美国已经换成物资以后 才给乌克兰运过来 但是呢 这里面也有折价 因为比如说他这是 因为是援助的物资 所以说可能他 比如说美军采购 可能1000万一辆装甲车啊 那其实我不知道多少万啊 1000万一辆装甲车 可能援助过去 援助价500万啊 因为给反正给你的装备 也不太先进嘛 对吧都是二线装备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认为啊 肯定是不如俄罗斯这边的 这1000亿值钱的啊 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援助国产的这些装备 肯定是要比俄罗斯的这个要好得多啊 这点不用说啊 反正就俄军的那个制式的枪 可能给我我都不要啊 不说原因了 反正确实是那个武器装备不打地 所以说两边是各有优劣的啊 并不像朋友们说的稳了 或者是怎么样 美国的想法呀 就是利用乌克兰拖住俄罗斯 把俄罗斯拖垮 他真不敢寄希望与乌克兰能打垮俄军 这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 乌克兰能在战术上取得一定的进展 但是你要靠他把俄军打垮 这就有点做梦的意思了 这也不是美国的真实想法 美国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 去解决最大的麻烦 明白吧 所以说呢 这个才是美国人的真实目的 这也就是把这600亿的事 跟大家讲明白了 军天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别激动 尤其是这些乌友们 我看今天也是过于激动了 就很多朋友 他不知道不了解美国的法律 一看过了 参议院通过了600亿 那600亿还没尘埃落定呢 大哥 那600亿先过了众议院再说吧 那行吧 这期呢 就跟大家说说这600亿的事啊 大家知道来龙去脉就行了 还在进行中 这最终表决都还没进行呢 行吧 那这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 跟大家说 这个事的后续呢 咱们再继续跟进 好吧 那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